我说人家孩子没有天赋 我有可能会毁了一个孩子 我说人家孩子有天赋 也有可能毁了一个孩子 所以说呢 我们只谈热爱 不谈天赋 大家好 有一位朋友发来一条留言 是这样的啊 老师回观一下 看看我女儿画的画 看看她有没有天赋 其实怎么说呢 不是说我不愿意关注您啊 我主要是不想评价 别人是不是有天赋 我现在呢 特别讨厌天赋这个字眼 我极少从画画的人嘴里面 听到天赋这个词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不是希望你的孩子 将来成为一个顶级的大画家的话 不需要天赋 他只需要热爱就可以了 他只需要热爱 需要长画 长动笔 他就可以具备基本的绘画机能 甚至不错的绘画机能 他不需要天赋 而且呢 天赋这个词 就很难拿捏 你说这个人有天赋吧 他有可能就会犯懒 你说他没有天赋吧 人家通过这种勤苦的这种训练 也可能就会掌握一定的技巧 其实这个社会需要的 他并不都是顶级高手 你这个水平从一级到十级 又低到高 他每个人他其实都有自己适合的这个位置 就是他如果喜欢 就给他创造条件 让他去画 多鼓励他 这是家长们能做的 不要花太多心思 不要高估 培训教育的力量 尤其在绘画这件事情上 尤其在绘画的初级阶段 起步阶段 你的身体发育 还不足以 你能把笔控制好呢 你谈什么外界的这种助力呢 别着急 如果你的孩子 现在十三四岁之下 就是他愿意画什么 就画什么 鼓励就好 夸奖就好 他愿意画什么 动漫的角色 就让他去画 这是大人能帮他的 就像我之前说的 美术班学的那些东西 不会比这些小朋友 自己找来的东西更有趣 这种美术研讯班 他没有办法考虑到 每一个具体的人得喜好问题 而且他还要考虑家长 是否觉得孩子有收获这个问题 所以说他最终这个课程安排 大概率上都是取悦家长 难为孩子 弄虚作假 这个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 大家看一看 留言区自然也就知道了 然后你自己去画 这难道不好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个老师 陪着你去画呢 这个画画这个事 我从来没有觉得 尤其在初级阶段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好说的 最初阶段的问题是出在 你想画一个圆 你都画不圆 你想画一个三角形 你都画不出来 是你的最基本的这种肢体控制能力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就不追求技术上提升 不追求画的像 那我们就随意的去画就行了 他自然会在这个画的过程中 越画越好 一部分是因为你训练的结果 一部分是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中 你自己也成长了 年龄也变大了 身体也变强壮了 智力也发育了 不是一个单纯的结果 所以说呢 我以后不会看任何人的画 而且之前呢 也有家长给我发来 他们家孩子的一些作品让我看 我回答的感受就是 你们家孩子画的不多 没看出来热爱 至于天赋嘛 我从来没谈 因为基本上这个词 在我可能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面 我都不太提这个词 尤其在画画这事上 可能音乐这事上 我承认有天赋 但是画画这个事情上 就像开车一样 就像你说英语一样 一个人再没有这个语言天赋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 正常一点 你也会说中国话 大不了就是磕磕绊绊的呗 你生活在美国 自然而然的 也就会说英语呗 只要你不是哑巴 充其量就是说的不好 不够吸引人 你说这些东西 有什么技巧吗 画画和这些东西太像太像了 所以说呢 对不起 我不再给任何人的孩子 点评作品 因为这个东西 是会让我非常纠结 我说人家孩子没有天赋 我有可能会毁了一个孩子 我说人家孩子有天赋 也有可能毁了一个孩子 所以说呢 我们只谈热爱 不谈天赋 绝大部分人成不了大师 你充其量只是一个设计师 一个影视工作者 一个创意表达人员 如果只是到达这种程度 更不需要天赋 需要一些训练就可以了 仅此而已 希望我说的这些内容 对大家有用 我爱你们